休息过 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 今天我们聊的是最近一系列的国际新闻 上一节我们讲荷兰的首相吕特要到中国去访问 明说了就是要谈ESMO公司它的设备出口到中国 因为ESMO现在它生产的设备是要生产高精尖先进技术的晶片 必不可少的一个设备 全世界只有它能生产 但是恰恰这个荷兰ESMO公司生产的光刻机呢 它里面使用的软件是美国的专利 如果美国不给它使用这个专利的话 这台机器就是一块废铁 赵朋友怎么看这么矛盾的信息 荷兰首相为了ESMO公司的这个设备的出口 要屈尊到北京去访问 但是他零行现在官员讲清楚了 国家安全利益高于我们的经济利益 吕特是一个亲中的欧洲政治人物吗 似乎不像 因为他要接北约的秘书长 虽然说还没有公开 但是基本上整个北约集团内部 大家都倾向于他接 如果他接的话 他的立场不会比现在北约的秘书长 斯托尔腾贝格要软 怎么看待这是吕特到中国的访问 这些西方国家从国家的政府的首脑到这些大公司的CEO 他们到中国到底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或者他们想跟中国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合作 其实我们退一步谈 这个ASMO它在核兰毕竟是非常关键的产业 等于是他们故国深山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产业来讲的话 他们看世界的地缘政治 绝对不能够去压在一个国家身上 或是压在一个阵营那边 他一定是要看全面的 那我们知道说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器材 其实它不仅是可以提供 欧美世界的他们所需要的 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上的需要 同时中国如果说他们自己可以去 创出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发展路线的话 那ASMO它同样这样子的技术 是可以配合那样子发展路线的 所以我相信它这次谈的是 第一个就是放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我们跟中国谈这件事情 是纯粹是以商业的利益做考量 是以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做考量 第二个讯息就是说 我们可能去开发的一个新的潜能 就是中国或许你未来 要走一个跟欧美不一样的路线 你也不想要依赖这个美国那边的软体 美国那边的技术等等 那我们就看你可以做什么 你发展到什么程度 那或许这ASMO它可以借着中国这样子的发展方向呢 创造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所以这对荷兰来讲呢 他们一方面是一个限时利益做考量 另一方面又不会危害他们自己跟其他 美国方面的那个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关系 我想这个呢 这是欧美他们那边是可以去接受的一个这样子的做法 跟一个立场 毕竟我们看最近就像刚才Lorence兄讲的 那个Tim Kerr看到了中国之后呢 他也是讲了非常多的好话 对 美国这边是对他很多的抨击 但是这是为了利益做考量 Apple最终他也是要必须看到每三个月的那个盈余报告的时候 他必须要拿出漂亮的数字 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能够去帮助他的一点 他必须要去做 他身为一个CEO必须要做的 现在我们是不是看到这样一种西方国家 或者是大公司面临的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就是什么呢 他们在中国的一些投资 或者他们在中国对市场的这种依赖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能够脱离出来 他必须要找一个叫一个过渡的方法 这个过渡的方法真的会存在吗 比如说我们就拿S模来说 它现在最生产最好的 全世界最急需的机器是生子光 叫什么 极止光的光刻机或者生子光光刻机 但是恰恰这两个产品就是美国不允许他出口中国的 其他的出口到中国没问题啊 美国并没有限制他 那首相大人为什么要屈尊去 能够弹出一个中间路线吗 我想应该是有办法 因为只要在这个技术硬体技术方面呢 不流入中国的情况之下 由荷兰来主导 那这个其实软体方面是可以用中国的地方来研发 会不会比美国好 当然不一定会 但是呢 或许可以照中国他们的游戏规则 或他们自己本身所发展的路线来 来创造出来一个 可以配合他们的一个地方 其实在过去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企业 他们都有做类似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配合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经济利益最大化 所以我相信这首相他这样做呢 当然并不是向中国卑躬屈膝 但是呢 同样另一方面呢 他也必须要保住到 他自己荷兰内部的这个民意上面的这个支持 所以我想这是他目前的这个战略考量的范围之一 所以我们说现在中国跟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 令到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 或者是这些大集团的西方也好 陷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 就是中国市场对他们才说太大的吸引力 但是现在进入中国市场 或者跟中国政府达成一些交易 到底还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这里面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除了经济角度之外 其实我们讲到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 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前30年或者是20年的时候 特别是在中国发生六四之后的那段时间 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比如说在美国推动之下加入WTO 那个时候双方的经济合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因为中国的政策的改变 或者是战略的改变 令到中国跟西方国家发生了冲突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美国似乎对中国最担心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的现任印太的司令阿贵利诺 在国会军事委员会有一个听证会 阿贵利诺在这个听证会上 讲了一个令人非常惊讶的一个信息 就是他认为中国对台湾的武装统一的战争 按步骤正在计划 在2027年 这里面有一个专用名词叫戴维森窗口 戴维森他就是美国前印太司令 他之前就讲过 2027年中国会对台湾发动武统战争 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讲过 到底会不会发生这个台海之间战争 其实美国现在策略非常明显 就是用尽一切手段 对中国恐吓也好 威胁也好 或者用军事力量去震慑中国也好 让中国没有发动武统战争的这种动力 或者是这种信心 这是阿贵利诺在国会的作证 他是一个即将卸任的印太司令 但是在他的作证当中 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中国俄罗斯 伊朗北朝鲜是正在成长的邪恶轴心 既有邪恶轴心在前又有2027年这个话题在后 那么美中之间在未来印太地区的这个竞争 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中国真是能在美国的威慑之下 放弃在整个印太地区挑起一场军事冲突 这样的欲望或者勇气吗 在美军的观点来讲 未来最大的威胁绝对是中国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而整个战略的规划上来讲 印太现阶段来讲 应该算是美军在这个地区最薄弱的一个防线 那么在南海的这个部分 尤其是重新的部署和现阶段 要和澳大利亚还有其他日本这些军事联盟 在这边形成一个围堵中国的一个网 这是一个现阶段来讲 还没有办法确定的一个战力 然而在改变南海紧张态势的另外一个地区 最好的代替的就是东北亚 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日本存在 那么日本的军力以现阶段的实力来讲 它确实有可能让中国在整个亚洲战略 尤其是印太战略的布局上面 转移一部分的重心 那么现阶段来讲 我们也看到在4月份很快 日本的首相也将访问美国 那么他们目标也就相对于这一次的国会的听证 在整个对日本的安保联防的这个部分来讲 有可能会再提升对于日本防卫的司令部 它的等级 由印太司令部之辖下的日本防卫这个部分 可能会独立出来升高它的位阶和印太防卫部 是同样的一样是四星上将在整个美军的指挥体系里面 本来美军这个指挥体系是印太司令部管辖之下的 这个驻日的美军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 其实还有一个人参加这个听证会 就是美国驻韩部队的司令 那么他在听证会上讲了一个观点 他说美国在韩国的驻军两万八千五百人 不能再少了 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因为有人说要减少南韩的驻军 这个人是川普 万一川普上任的话 会不会减少南韩的驻军呢 这个驻韩美军司令认为不能再少 因为要应对整个印太的局势 那这让我们看到了 刚刚明兄讲到的美日安保条约 在这次岸田以及小马克思来美国访问 美日非三国固然是有一个要谈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很明显了 到底现在在南中国海在印太地区 还有谁对日本对菲律宾有威胁呢 天天在这个岛礁上发生这个海警冲突的就是菲律宾和中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南韩的军队不能够减少 日本在日本的美日驻军的司令部要扩权 那很明显就是让这个司令部在将来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权力来指挥驻日本的部队 包括驻韩国的部队会不会也加入 那我想这个几率是非常大 那么这次岸田文雄来美国的访问 表面上看是美日安保条约60年了 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提升 这里面会不会又包含着 未来日本的国防正常化 拥有国防军也会往前退进一步 那如果再退进的话 那整个东亚地区就更加紧张了吗 是的 这一次的讨论重点呢 除了要提高日本防卫司令部的位阶 让它等同于印太司令部 而不需要有上下关系 那么当然未来的日本安保条约的协防范围 可能就扩大甚至这一次的重点在于 日本的武器是不是能够正常的 移转到其他的国家 相对来讲我们说这是一个武器的买卖 但是因为和平宪法 限制了日本武器的出口 所以现在用另外一种讲法 叫做武器装备的转移 现在日本已经内阁通过了相关的政策了 之前日本有武器出口三原则 现在改了个名称叫武器转让三原则 简单的说就是日本生产的某些武器 过去它只能向外转让防卫性武器 并且只能向盟国或者是这个武器的委托生产商来转让 现在突破了就是它可以在自己生产武器的时候 把这些武器给了委托生产商 而允许委托生产商把武器转给其他国家 听起来好复杂 简单的讲 美国委托日本生产爱国车导弹 过去日本只能把爱国车导弹卖给美国 美国不能卖给其他国家 现在美国可以卖给第三国 第三国现在就是乌克兰 日本的这种军事化的加强 加上这次岸田来美国访问 我们相信在应对中国的策略上 美日飞接下来是不是会有新的政策推出来 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俄乌战争打出来的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传统的军事工业 虽然科技领先 但是它是空虚的制造业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南韩在去年 它的这个军火输出 尤其是资源乌克兰来讲 对于南韩来讲超过了160亿美金 所以南北韩没有发生战争 南北韩的武器在乌克兰 已经直接发生战争了 但这种传统弹药的资源 并不足以弥补现今科技战的战场 所以日本这一次的焦点 除了在过去军舰转移给越南 或者是菲律宾的这个角色之外 现阶段来讲已经可能要推进到 和意大利法国共同开发的战机科技 那么新的战机有可能在这一次的协商中间 开放日本转移战机到其他地区 来弥补这个美国在军事资源上面的不足 那么这也就坐实了未来 这个日本在和平宪法的限制之下 还可以继续不断的发展它的军工武力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当然目标将来还是剑子在东北亚这个战场 目标还是在围堵中国 那么对于日本来讲呢 当然它不断的希望透过修改和平宪法建军的这个机会 它是不断的在把握 但是提升自己国内的军工产业 和它的工业制造实力 这也是对未来日本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焦点 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军方的策略 就是不断的讲中国威胁 那这里面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可以增加自己的拨款 让自己的国防经费年年上涨 另外一个作用呢 就是试图阻吓中国对台海 甚至对南海 有发动军事冲突这种欲望 但是美国这个美国军方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呢 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刚刚讲到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明兄刚刚提到了 就是中国不断的用经济的方式 军民两用产品的方式来援助俄罗斯 让它能够支撑下去 但是反过来就是 未来俄罗斯会不会一些军事科技来援助中国 让中国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有足够跟美国对抗的能力 如果中国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那么中国可能在美军的恐吓之下 并不这么担心 不这么害怕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军事工业有两个信息 一个信息就是第四艘航母在建造 那么第四艘航母建造完成还有一段时间 第三艘航母会不会有一些先进的科技运用在上面 比如说飞机的弹射系统 再加上在这个舰载机是歼20能不能批量生产 歼35会不会能够装备到部队 这都是最近中国一直在讲 我们的军事科技有所发展 赵峰兄 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中俄两国军事科技合作的一个 开始形成成果的一个象征 如果是的话 美国现在以武力这样来恐吓中国 主吓它在台海发动战争 这个效果美国如果达不成的话 结局会怎么样 我觉得中国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一直在计算 就是说我们现在攻台的成本 或者说我们未来要取代美国成本多大 我相信对中国来讲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必须想要取代美国 从最近我们看案例会里面他们的态度 还有跟不同外交手段也看得出来说 他们其实最终目的 是尽量避免跟美国有一战 那可以在这个避免这一战的情况之下呢 能够取代美国的地位 但是这个东西呢 不只是美国在恐吓中国 中国也不需要恐吓美国 什么地方呢 就是给俄罗斯这些援助 然后同时希望能够施压到俄罗斯 给中国最需要的那些 他们需要的这些关键军事技术 那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军备方面呢 其实并没有手软 他们其实经济方面非常疲乏 但是他们在这些经济的军事的预算的军事的发展方面 基本上都没有停下脚步 也在上涨 对 这其实就是一种另类的 这个我们冷战看过的 这样子美俄两边的这样子的 美苏两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竞赛 但是呢 中国跟美国这个竞赛呢 其实是更复杂的一点 刚才您讲到就是两点 就是那个 为什么美国一直强调这个窗口 那戴维斯窗口 其实呢 除了为了自己国防预算能够增加之外呢 当然也像您讲的 可以嚇阻中国 另一方面呢 其实在合理化 让一些过去可能没有办法 大方的提供美国所需要产能方面的那个援助 还有科技方面援助的这些国家呢 能够走下一步 就像您讲的日本 那如果中国威胁越来越大的话呢 那就可以合理化 他们走下一步 跟美国有 还有其他的盟国 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这些其实是对中国最大的阻碍 因为中国他其实呢 一直在把敌人 潜在敌人当作是美国 其他的欧洲啊 日本啊 韩国他都不当作一回事 但是当如果说 美国把这个危机 当成好像是明天就可能发生的 像我们讲嘛 最近这个恐攻 还有呢 之前的俄乌战争 美国也是发出一样警告 俄罗斯要打乌克兰咯 其实最后都发生 所以美国其实是一直在树立 它的公信力 就是你们不要想说 我讲的话都是在唬烂 我讲的话其实都是会发生的 所以呢 这一个台海战局呢 这个戴维斯窗口 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呢 你们这些国家呢 你们必须要准备好 就是我们这整个自由世界呢 可能需要每个人的帮忙 因为就像刚才 俄罗斯讲的 美国基本上现在的军工业呢 虽然科技发达 但是他们在制造方面的太贫乏 人工成本 还有原料等等的 在美国制造呢 都是太昂贵 必须要靠其他的国家来补 但是问题是说 其他的国家 你要当美国的军工厂 你也是需要达到某种方面的 火焰方面的标准啊 不能够就是说 任何一个国家帮你做这些武器 然后之后呢这个技术慢慢的流到其他他不想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一直不卖F35给台湾的原因啊 卖给你 如果是你的保密工作做的不好 或者一些机密的资料泄露的话 这对美国的军事科技是一个致命打击啊 对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自由世界跟中俄联盟呢 他们已经开始走向完全不一样的独立发展方向 如果这个发展方向定型的话呢 很有可能未来呢 可以这样子做军事技术的流失 军事技术的外流的风险会越来越低 那只要盟国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利益 只要有足够的军事跟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的话 他们其实可以跟美国合作 然后共同去阻碍中国 对中国来讲 他们必须要强迫自己 把日本韩国未来跟美国合作的关系升级 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呢 放入他们在这个台海战争方面的考量 今天我发动战争 其实我现在目前 中国目前担心是美国帮台湾 那日本或许只是提供防卫性武器 但是未来很有可能 日本可以也主动攻击 因为我们从俄乌战争看到说 当时一直限制俄罗 乌克兰可以做的事情已经没有用了 他们现在直接攻击克里米亚 直接攻击俄罗斯境内 美国也不说什么 北约也不说什么 跟第一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第一年是非常坚决让他们知道说 你不能够攻击俄罗斯控制的领土 提供的导弹也是有一定的射程限制 不能让你攻击俄罗斯的这个领土 所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说 其实俄罗斯如果是不在乎这些恐吓 不在乎这些限制的话呢 那很有可能必须要让你的盟友 必须要走下一步 必须要升级他们的那个威嚇能力 所以呢我相信呢 这些都对中国来讲是有一定的威胁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如意算盘 应该就是用军事手段 或者用这个种种的舆论来喝止中国 不要让中国在东亚地区 在南海地区轻举妄动 在台海轻举妄动 而中国如果在这个时候 按照中国共产党过去一项的 他们行事的准则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不惜一切代价要达到一个战略目的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美国可能在等一个时间窗口 就是中国经济先出问题 导致内部发生变化在先 还是中国发动战争在先 这是美国好像似乎非常紧张 所谓的戴文斯窗口啊等等啊 这些说来说去 其他就是中国的危险就在眼前 那最近我还观察到 除了在国会的听证会上 阿奎利诺说中国是邪恶轴心 中国2027要攻台等等 还有美国一个很著名的智库 大西洋智库 他的一个研究员 他在讲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时候 他说美国如果要阻止中国进攻台湾 不能够放弃考虑先使用核武器 这个听起来就非常恐怖了 你总是说中国威胁中国威胁 中国从来就是说 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是美国一个智库的研究员 他讲出这样的话 我相信美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他这句话 我相信拜登政府或者美国国防部不会同意 但是为什么这些智库的研究员 如此进取的态度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是不是在美国内部无论是军方还是智库 他们是不是对阻止中国发动一场战争 无论是台海南海 还是说在朝鲜半岛由北朝鲜发动战争 这种危险已经开始觉得迫在眉睫了 其实我对智库他们的发言 我都是觉得说不能说打折扣 但是我觉得说可以参考 但是不一定能有他的那个 觉得说这个智库的分量有这么重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之前有比智库研究员 分量更重的人讲过使用核武这句话 那是谁呢 就是小布希 小布希那时候上任不久之后呢 他有谈过这个台海问题 他讲说他不排除用 如果传统的武器没有用的话呢 他不排除用核武来对付中国 当然最后他就是很淡化这个立场 但我们知道说其实美国呢 想要用核武攻击中国 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情 以前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他们所谓第一次的台海危机 或者说那时候呢 那个金门跟那个中国 那时候已经把核弹投资了 那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个地方 他要蒋介石撤退 然后就是要用核武攻击中国 用斗牛式核弹 那时候他们还想到就是说 可能会造成几千万人的这样子死亡的这样子的一个 但是他们是可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伤亡的 但是现阶段来讲呢 这核武我觉得对于美国国务院 对于美国的行政单位来讲呢 他们是完全不会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呢 他们一直积极的去研发所谓的超高速飞弹 还有其他的这样子更高阶的传统武器呢 就希望能够在传统武器战争能够打败中国 而不是要用靠这个毁灭性武器 核武战争是全人类没有人愿意看到的 因为以今天在地球上存在的核武器的话 可以毁灭地球N次 那所以说用核武器的方式来威慑中国 这肯定是一个恐吓 但是问题是这种恐吓的背后 是不是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已经感受到越来越迫近 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接下来美中关系 我还是那个判断将会越走越对立 但是对立到什么程度 两国能不能找到一个十分完整的方法 能够解决两国的矛盾呢 我希望未来会发生 但是我想2024年肯定不会发生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批判十四解读新闻 我是张秋杰 下个礼拜时间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